時間 在胡桃前 真人版電影當中飾演芭蕾公主 美國芭蕾舞劇團 首席舞者科普蘭 展現不同於一般舞者的魅力 我是一個黑舞蹈員 我是誰 這是我的故事 曾經因為身形還有膚色 科普蘭備受質疑 但她利用精湛的舞蹈技巧 順利成為美國三大舞團 第一位非洲裔的熟悉舞者 也讓很多不同種族的舞靈 更勇於展現自我 有很多不同的色彩 芭蕾應該是每個人的 無論如何 儘管膚色不再成為 要上舞台的限制 但腳上這雙 不是粉紅就是白的芭蕾舞鞋 似乎就是有點突兀 為了順應潮流 英國最老牌的芭蕾舞鞋製造商 也開始推出古銅 還有棕色的舞鞋 看著科普蘭要上國際舞台 攪上一雙棕色舞鞋 對這些非洲裔的舞者來說 就是在打破繁禮跟界線 要讓更多不同種族膚色的女孩 也有勇氣追尋屬於自己的芭蕾夢 帶來新聞 預講編輯